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外媒中国禁播送礼广告打击腐败一 新华社消息称 作为政府为反对铺张浪费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的电台和电视台将禁播兜售名表、 真油和金银纪念币等珍贵礼物的广告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月7日报道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说 电台电视台有责任支持 中央为消灭炫耀权力和特权现象所做的努力 广电总局在其网站上发布公告称 一些电台电视台播出的个别广告出现了 送礼首选、送领导、上机有面子等渲染送礼的内容 其礼品中不凡、名表、真油、金银纪念币等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2月6日 援引广电总局下发的一份通知称 为名表和金银纪念币等奢侈品所做的广告 传递了不正确的价值观 容易助长不良社会风气 再见